三军一德 一将难求 在体力领域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教练作为一支球队的中枢 他的执教风格 决定了这支球队的凝聚力和核心价值观 目前的国兵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作为胜产冠军最多的优势项目 无论是主力球员或者是替补 都是世界冠军 因此执掌国兵的主帅也更加出色 应该由具有世界冠军的实践总结 和丰富的临场指挥经验的教练担任 而从目前国兵的新帅刘国正和李隋来看 虽然也有本领 但无奈临场指挥经验不足 对于场面的把控能力不强 这也是导致国兵衰落的重要一方面 当然国兵队内也不是没有功勋教练 前国兵主帅刘国良就是非常有能力的 他的临场指挥堪称一决 特别是心理方面的起伏变化 他看得更加透彻 因为他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经历 刘国良的球员生涯非常辉煌 中国第一个拿到大满贯的男子单打选手 在成为国兵主帅之后 在任主教练期间 刘国良一共培养了七名大满贯 要知道世界上大满贯球员一共才有十个 除了刘国良自己 另外两个是瓦尔德内尔和孔林辉 可见刘国良的指教能力非常出色 除了培养大满贯选手之外 自从2002接手国拼以来 到去年日拼赛之后下课 刘国良在任14年培养了77个世界冠军 9个奥运会冠军 29个是拼赛冠军 25个是戒杯冠军 27个亚锦赛冠军 这一成即前五古人 后野男友来者 不仅如此刘国良的训练理念和方法 放到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 比如反手得势正手得分的观点 再比如创办的地表最强直通式拼赛选拔办法 这些都是国拼能够一直强盛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体弹功勋 位纪中的建议而戛然而止 在位纪中的建议下 拼写推动便平化管理 刘国良下课离开总教练职位 随后国拼陷入持农无首的动荡之中 刘国良的信任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影响 不仅国内球迷发声支持刘国良 就连国外媒体也看不下去 更有欧洲媒体评论 刘国良卸任是世界拼弹的损失 这些足以能够说明刘国良的能力毋庸置疑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场外指导 刘国良的叫弹庭总是恰到好处堪称经典 有他在求援放心求迷安心 而拼携和位级中就不能重新召合刘国良 让大家舒心吗 支持中国体育 欢迎关注忠诚家族